今儿个我心想来潮 现在在户外睡一晚 这即将是我第一次在挪威露营 耶 今天 11月中旬 傍晚最低 -1度 晴 希望我能看到极光 以及明早的日出 这周围都是山 看不到地平线的日出 估计太阳从山后头升出来的时候 已经高照了 上来着好陡啊 然后给你看一下我的手套 被狗咬的 那天没注意掉地上了 然后两分钟之后去找 就发现被啃成这样 还有我的耳机线 被猫咬成了三段 看我的耳机线 被猫咬的 这就断了 这块藕断四连也即将断 啊 飞了 再不能让猫进屋上桌了 神奇的是我16升的背包 装下了所有 当然这是极简路由 像锅啦 椅子啦 是不存在的 包里只能装下 睡袋和帐篷 一双备用袜子 睡袋是负10度级别的 这个是自拍用的三脚架 这个是一支登山帐 用来织帐篷的 稍后会演示一下 这个是羽绒服 这个是充气睡垫 一杯热水 这里边有个充电饱和线 明天再塞一个三明治 这是我所有的露营装备 对了还有个头灯在充电呢 话说这个东西本来是放头盔的 我灵机一动就给它绑上去了 然后两边固定了下 这个是额外的锁扣 这边也是额外的锁扣 它整个这外挂的就特别的稳固 被自己聪明当了 上坡就热呀 把额头和耳朵露出来 预落是4点 现在接近3点 像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山顶 但没事会有头灯 然后三脚架是这么挂在身上的 这两个腿挂在里边 随时拿着拍很方便 小众的山地图上根本没有入伤口 我问了两个路人才马上找到 这要是落楼得抓紧 沿途就按照这样红色标记走 看这溪水结冰了这一溜 加油加油马上登顶了 滑溜溜的激励感 噢噢山顶尖好漂亮 最美的景色真的是在日出和日落耶 粉粉的 那边是橘黄色 这边是红色 开森 啊山上还有个油箱 每个山头都有这样堆的石头 你看那个桥 是我上次徒步穿了那个桥到那边的湖 大家还记得不 赶快搭个窝 太阳从西边下 明早就从东边升起 感觉这边高一点 所以头从这 地钉给它踩进去 哦 应该有块石头 先钉后面的两头 然后织前面的这个门脸 我这个帐篷需要一根登山杖织起来 其实我1米6的身高 1米1的登山杖刚好合适 但这个需要132厘米的登山杖织起来 后面往前写一点 前面这个馅先拉着 哎呀 叮 之前最后一步是把每个绳子拉得紧一点 今天没风怎么开门 这个卷吧卷吧 门脸给系上 住住喽 越着急越是不好用 这个打不开了 救命 就需要这样的难有力 我也可以的 哎 哎 从目前的你们借我点气吧 我已经大脑缺氧了 那边已经滑灯初上喽 现在外面套上了我的羽绒服 然后给大家变魔术 看这个帽子 就超级暖和有木有 这样保证就不冷了 上红四周呢 是这个沙网夏天透气的 但是现在要它保温的话 就把这个绳就把这个绳 给它拉紧了 这个绳也拉紧一点 这样不透风 就放在帐篷外 然后这块有一个小刀 放手机的 我知道打头灯的话 晃的是你们 但是我现在用手机的闪光 就晃的是我自己 我灌的烫嘴的热水 看现在烫不烫嘴 还是蛮烫的 我中午吃的特别多 晚上就包了两个三明治 一个是奶酪火腿蔬菜的 一个是就那个巧克力榛子酱 还有几个杏仁 两个巧克力糖 先吃咸口的 再吃甜口的 我记得我登顶过 四川的四姑娘山 二峰 五千多米 当然是跟巷岛来着 然后在大本营 晚上的时候 还有炒菜吃 猪肉炒芹菜 太奢侈了 如果有车的话 像露营 我可能就考虑 拿个小罐 然后烧水 煮面什么的 因为车直接停在山脚下 但上我现在从家 走到山口就一个半小时 来回三个小时 就是路太长了 就不想多背东西 我现在唯一就手有点凉 吃完戴上手套就好了 晚上能把这双羊毛袜子也套上 坚果真的是最能量密集型的食物 这里满满的巧克力榛子酱 对了咱聊一下温度 今晚最低-1度 其实不冷的 那天看了一下哈尔滨-18度 就我吓了一跳 不过的确 中国东北内陆 是比挪威西部冷的 我在屏幕放个图 就是奥洛松 我现在的地方 和哈尔滨的全年气候走势 哈尔滨是绿色 你看冬天有多冷 而奥洛松冬天这边 也就零度左右 当然奥洛松的夏天 它上二十度也困难 所以我觉得挪威西部 它的气候可以称之为 就是三季比较凉 冬天冷 但没有那么冷 中国的东北是真的非常冷 比这冷多了 就是大陆内 它全年温差 以及每天的温差都大 而沿海尤其是西海岸的沿海 它的温差就小 我家是大连的 东北的最南端 我妈跟我说大连已经复二度了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大连整个冬天即将就比这边还冷 手脚真的是最容易冷的地方 手闲的就运能运动 脚也是 那么多希望有暖的宝宝啊 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把支撑帐篷的登山站拿掉了 我决定看星空 帐篷倒是能盖身上 但是今晚一定不会下雨 这个星空真的太好看了 早上好 果然日出是看不到的 在山后头 群山们早上好 哦 行了收拾这一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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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酒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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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酒翻了 地丁放在帐篷的包里 登山站上面都结霜了 都有点冻住了 调成下坡的长度 下坡比上坡要长一点 日出也可以是粉色的 回家 话说那个船 我就是坐它来到这个小镇的 从奥勒松到这个小镇 必须要坐这个船 否则开车绕山路要五六个小时呢 它这个船是免费的 去找到山尖站上了 给你看 看山尖尖 还有这边 一般就是走15到20分钟 身体开始发热 睡袋因为一晚上 呼吸在帐篷里就比较潮 所以拿出来在电暖器旁烘干 包括这个睡垫也是 都要它完全干再装起来 简单说一下总结吧 昨天晚上我唯一感觉冷的地方是脚 尽管我穿了两双羊毛袜 所以像我这样脚特别容易冷的人 下次就要穿羽绒袜 或者说直接拿两个大塑料袋 把鞋套上直接穿鞋睡 这是需要改进的点 再者就是星空真好看 日出日落真好看 我一般一日土步 所以看不到 山点上的日出和日落 如果你也想在山点看日出 但是不想在外面睡的话 就可以三四点钟 天还没亮 打着头灯 爬上山 看日出 然后再下山 Anyway 户外挺有意思的 真的就看大江大川 整个身心有种舒展感 而且玩户外可能可以 大家都出来走走 就这样 Bye